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近来宾 首先智库东亚政经署的署长陈永峰教授陈老师好 东亚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安委员委员好 大平 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吉大使大使好 同志好大家好 另外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大哥静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心的就是 昨天刚发生的最新的大事件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确定要在3月20号这一天要见上一面了 但是中俄双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俄乌战争的停战 做出实质的贡献 来在出访之前呢包括了中方还有美方以及俄方呢 三方都对这件事情啊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 大陆方面由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要访问俄罗斯 中方特别要秉持的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客观跟公正的立场 那么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习近平反而呢将会是一次和平之旅 另外双方将会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的基础上 来去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美方呢看到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 他是被问到的时候他说OK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 那么在前一天呢 Kirby啊也就是国安会的发言人啊 只说希望北京能够尽量的避免寻求 直反映俄罗斯观点的战争解决方案 而要和习近平见面的普丁这边呢 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公则是表示说 OK这是普丁所提出来的邀请啊 希望中俄双方呢要讨论这个进一步发展中俄全面伙伴关系 以及战略互动 而就是因为这个战略互动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说法 有看法就认为说会不会 在讨论这个军援方面的相关的议题啊 另外俄方也表示说一定会在国际背景下 交换加深中俄合作的看法 我先请教大使啊 习近平要亲自出马了 当然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习近平亲自出马就代表说 有些事情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 那当然从停火停战上谈判桌 他是有一定的步骤的 你怎么看习近平亲自出马 亲自出马我觉得这个就几个特征啊 第一个高度受到关注 全世界现在真大眼睛在看 然后高度风险 也有高度风险 对 这个所谓的高处不是很寒的 高处是很寒的 那个高人出手的话 基本上就是决定性 那么可能成也有可能相反 就是大好或大坏嘛 对那好的话就是高度的成就 高度的成就 那么坏的话就是高度的风险 那这些这种这种玩法的话 高度的勇气 最好一般人还不太敢玩 勇气要极高 你觉得中方的思维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选择 中方思维我想基本上汪文斌 把它都点出来了 那么不过呢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 这个叫explicit agenda 就是说公开的这些 你的议程是这样 可是我们的hidden agenda的话 就是说防在后面你看不到那个 那个议程啊 克里姆公跟他讲出来 所以呢我两个加起来 一个是明的 一个是放在另外一面的 那这两个都是中方的考量 有台面上跟台面下的 我觉得都是认真的 不是玩虚的 那玩这么大 要玩这么大 基本上这大陆要的跟克里姆公 要的东西 基本上我觉得双方已经在那边耕耘了很久了 这双方的团队应该是已经好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大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常常说这种高层的 或任何一个国际都有一个 deliverable deliverable的意思就是说成果 你现在你要会你没有成果你不会去的 那一定说成果一成果二成果三成果四 这是准备要端出来的菜 然后给大家看 因为现在好这些好 人都坐在那边准备准备看 这个桌上抬出来什么菜啊 那成果一成果一成果 我认为已经过去很长一段已经在做 酝酿一段时间 我也认为就是说 最大的利益的话 中国最大的利益 我觉得应该是 中俄结盟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就是雪中送炭 没有人去俄罗斯的 没有人到Moscow的 这是中俄做十字结盟 要走入二十一世纪 我想前半夜 前五十年都可以管到这个 因为基本上 这个是准备跟西方 美国为首的西方 基本上是准备好好的 来做一场 competition 不过大家也就提到说像 会不会担心有军援这件事情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Kirby就说呢 停火如果真的是停火的话 会使得莫斯科进一步呢 要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 重建部队重新训练 让俄军能够在他们选择的时间 重新展开攻击 所以美方企图要做的就是要点破 如果真的是停火 也是和平假象 委员怎么看 这个 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就对普京发出逮捕力 是 你就知道现在的氛围 那我认为这个跟沙伊 那个复合那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基本上他们只是要恢复大使馆 恢复金贸网 这个没有争议啊 可是俄乌之间 光是那个12点和平文件 第一点就谈不拢 要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这乌克兰根本就完全跟俄罗斯 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 这跟沙伊那个 斡旋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我倒认为秦刚讲的实在的原因 秦刚他跟那个库列巴外长通了电话 然后他就说 如果情势延宕 他恐怕会战争失控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他已经先点出了 事实上没有什么积极的 可以达成的目标 你这想太高了 他就是怕战争升级 而且我认为就要发生了 而且先打一下预防针 他就是要去阻止战争升级 就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打 打那么大 因为俄罗斯全面射导弹 就前上礼拜的事 那接下来 如果巴赫姆特他打下来 他还要再打 那个斯拉维亚斯克他还没打 那那个就是顿巴斯再扩大战争 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目标 顶多就是说 大家可不可以缓一个月 让各种力量进来琢磨琢磨 不要让这个气氛 不是叫停火 因为我觉得那个克里比讲那话是有道理的 他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经过乌克兰同意就跟俄罗斯谈停火 那这个乌克兰是不可能同意的 而且乌克兰就是站在弱势方嘛 那停火岂不是巩固了现有的边界 所以美国他主要是提出这一点 说如果没有乌克兰在场 没有乌克兰的观点 你谈停火 一定会对乌克兰不利嘛 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因为乌克兰如果美国没有点头 你怎么谈 俄罗斯听得进去吗 您觉得 不这个就是习近平的面子的问题了 你要不要看习近平的面子 我跟你讲这一次的 他不是只有和平之旅 他是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那中间那个合作之旅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经济合作 OK 就是比如说那个西伯利亚那个合作 是不是要启动了 因为他9月海森会要开东方经济论坛 那时候会有一些细节 可是中方可能是要表达一个意愿 就是说你这个经济我们愿意加深合作 我觉得军援不可能 因为中国只要同意军援 他在乌克兰他就没有立场了 不过这次从顺序上面看到 但是先俄罗斯再乌克兰 金哥你怎么看 这个顺序上面的安排 那中方会对俄罗斯 包括说接下来呢 对泽伦斯基这边呢 可能是用视讯的会谈 来这个进行 你怎么看这样的顺序 还有就是中方对于俄罗斯 跟对乌克兰 各自可能会提出的说法 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先去这个莫斯科 再去跟乌 就是说这个视讯呢 跟泽伦斯基的话 只要能通得上话 那基本上来讲那就是好事 就是好事 而且他的关键呢 不在于泽伦斯基是不是 就是说能够有主导性 或信不信任习近平 因为泽伦斯基需要北京 去制衡华盛顿 因为假如他断掉了Option B 就是说有另外的替代方案的话 那就是让华盛顿予取予求了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看从这个就是 华盛顿这种放话的态势 其实华盛顿跟基辅之间是存在的矛盾 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就是补充一下 也这个呼应一下大使 大使刚刚有讲说 必然是有谈好到什么情绪 这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规则 成交才能成局 成局才能成行 那我也要呼应一下这个委员所讲的 委员讲说 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 就是说这个ICJ国际刑事 法庭突然有这么一个逮捕令 可是你仔细去看那个新闻 那个逮捕令 那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是它援引 就是1949年 就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49条 也就是平民强迫迁移 那平民强迫迁移 它的证据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乌克兰的小孩 是在就是说被这个俄罗斯的驾 俄罗斯收养 可是在那条的条款有讲 假如战区的人民有可能受到伤害 原则上是仍然不可以离开 他的国家在战区比较安全的地方 假如仍然其他战区 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 他可以迁移到离开他的国家 所以他有很多弹数的条款 你那个条款 引元引那个条款 其实有很多的后门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反映 那么强烈的问题 所以今天看这个情形 就是我还是要这个觉得大使睿智 就是台面上所看的事情 还要去看很多台面下的事情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议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在俄乌的这个战争议题上面 我们看到大陆的外交部 在二月份他们就已经发布了 关于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这个中国的立场 然后呢又安排在三月 此时去访问俄罗斯 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中东的经营上面 看到大陆呢 推动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还有伊朗的恢复建交 特别也听到了王毅 他定调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的 一次成功的实践 而且中方一贯是主张 是通过通话来和平解决争端 也希望世界上的热点议题 都能够透过对话 实现用政治来解决问题 所以挑这个各大的热点外交议题 你可以看到频频出手 也频频的奏效 北京在外交上面一再的突破 和这样的成绩 其实要凸显的是什么 这当然是中国在地球上的存在感 民主的伟大复兴确实是这件事吧 已经有足够的经济性的力量 比如说当然对于中东的话 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购买油国的买方 所以当然在那一部分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伊朗 会有一些影响力 那个影响力是决定性的 所以整个结构上是这样 那今天俄罗斯跟中国 当然也是这样的 结构性的利益的结合 双方互为次要敌人 所以有一个主要的敌人 或者是众多的主要敌人 包围在外面的状况底下 两边不得不合在一起 虽然现在大家对于接近俄罗斯 都有很多的想很远 很多的远虑 但是习近平主席做这样的决定 当然另外又期待 外交是这么一回事 小头你来一次我去一次 然后慢慢的把想要谈的 双方的利益给拱固起来 所以再来是普丁去北京 但是普丁去北京这件事到底什么事情 当然是中国对美国讲 确实我是跟普丁站在同一边的 我跟俄罗斯是站在同一边的 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另外一边 但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各位再好好地思考一下 现在是中俄之间互为次要敌人 而当自己要对抗的主要敌人 弱化或消失 那是一定的 美国弱化是一定的 西欧弱化日本弱化 这是一定的 到有一天的话 在中国的历史上 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上 中国的敌人永远来自西边跟北边 决定性的 所以那个时候再来处理俄罗斯问题 也许是如此吧 但是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 好好的对处 包括旧世界里面的俄罗斯 另外是地中海一的伊斯兰教世界 那印度有点麻烦 所以大家都要拉 印度本来就不会跟哪一边 完全结合在一起 但是至少让印度不直接的反对 俄罗斯的行动 另外对于中国的行动 也不是干预在那么大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外交布局 说不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时候 也说不定 但是当然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跟俄罗斯真的绑得这么紧 好事还是坏事 我还是有很多问号 但是千古无边的定律 就是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美欧之间最近也看到 因为美军的MQ-9 这个无人机传出被俄罗斯的战机 从后方撰击 而且是先撒油 来撞螺旋桨而坠毁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林 在3月15号也对外证实 说他已经跟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一鼓通过电话 这也是2022年10月以来 美俄双方的防长首次进行通话 但是美中两国的防长通话 其实已经断线超过了三个月了 根据美国之音的分析 是中国大陆的新任防长李尚福 因为他名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 但这也使得美中两国的防长 要重新恢复对话 是有非常高的难度 想对话是要先解除制裁吗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也不会在乎 有没有被制裁 对 那这个问题不是制不制裁的问题 问题是说 政策上要不要跟美国 重新在这一块接起来 这一块的话 本来是有机制的 可是并没有明令废除而已 那事实上的话 上一次美国方面 断了跟中国 中国大陆跟美国断的那些机制 是地区的 地区的 战区的司令之间的对话 他是停了 那么就是说 他最高层的通话 好像并没有停 那只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不太接电话 可是现在就是说 我算了一下 盘点了一下 现在美国在中国大陆 要不要跟他接触的 这个waiting list上面 等待名单上面 国防部署还 国防部署还不是最大的 因为拜登也在waiting list 对拜登也写说要跟习近平 那么上一次不是他很高兴吗 见到那个肖枝吗 记者就问他 说你是不是要跟习近平通话说 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跟他 他说我不知道 就这样 拜登最近又再讲了一次 他不排除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见面 希望对啊 所以waiting list上面现在是拜登排第一啊 对不对 再接下来还有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林肯也在waiting list 叶伦 叶伦也在waiting list 还有现在想要去的 还有他的商务部长 那个雷蒙多也在waiting list 所以美国在waiting list上很多了 奥斯林可能排到第四或第五了 对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立场就变成就是说 你们讲一套说一套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互信 所以他把球又丢回去给美国 基本上是不愿意回忆美方 你既然你想要的我不给你 就给增加一点你的焦虑感吧 可是美方会怎么接求呢 就说防长无法通话 先透过其他管道 外长啊或是其他管道吗 委员 没有外长布林肯也不通啊 目前都是断线嘛 不过军方要通话很容易啊 至少有个冲突就通话了 至少没有急迫的事件要通什么话呢 佩洛西来台之后 他就暂停了那些工作性的通话机制嘛 对 那防长跟联合参谋长 那个通话机制没有断 就没有事情谈啊 但是必须要等到像您讲 重大事件发生才是 对啊因为没有看到啊 比如说 菲律宾那个仙兵礁那个 有构成中美的直接冲突啊 嗯 那个不够吧 那目前为什么中俄会通话 因为你 五人机被人家打下来啊 对 所以当然要通话啊 嗯 所以 要通话最简单就是制造个冲突啊 就通话了 嗯 那 商务部那一种 是因为 中国觉得你讲话不算数嘛 所以跟你谈也没用嘛 就科技战的部分 嗯 那叶伦那个公债就是美国 那个大陆不想买嘛 那不想买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像大使刚刚讲说 李尚福被制裁不制裁啊 李尚福是不能去美国啦 对还有金融那个金融交易 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委员有讲一个就是通话 他的这个联合参谋首长 这个就是会议主席 通话的对象是作战参谋部的参谋长 部长是对部长 对对对 他是两个不同的配合 这个没有没有断 对这个没有断 只是说 这两个要先同意通话 对对对对 我觉得委员讲的对 没有什么急事 你懂这个干什么 就跟上次那个气球 那个他就讲这个气球不是我们 你给我通着干什么 所以最近啊 你可以看到在中方这边呢 其实也有一些军演啊 就是来回应美方的一些联合军演 中国跟柬埔寨这个金融2023这个军演 我们接下来看啊 在3月20号到4月8号呢 会在柬埔寨举行 这次总共投入了3000多名的兵力 那其中解放军派出了200人参加 各式的车辆啊军械啊扫雷排爆 还有防疫的装备有300多台 东南亚多国呢 也派出这个军官用观察员的身份来观摩 这中解双方从2016年以来 他们其实是第五度进行这个金融演习 参演人数是历年来最高一次 大家就会联想到 是不是跟美太不久之前结束的 这个金色眼镜蛇的军演啊 要来互别苗头一下 美太军演之后 现在中解的军演接着登场 虽然说是第五次了 不过金哥怎么看 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各国之间 这个军事合作的关系 这个军事合作根据啊 这个牵涉到三个要当基础 一个叫做军事交流的质量 第二是军备采购的质量 第三个是就是安全同盟啊 这个机制的它的强跟弱 就是它的水准的高低 那现在呢 这个东南亚各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在政治层面啊 没有什么安全同盟 它这个这种关系不存在的前提之下 这个军事的合作就好像杀伤了城堡 也很难把根基往下去打深 所以你必须政治上要有所谅解 你才能继续谈到后面的军事合作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有很多事情是热闹闹闹的起来 你假如真正去看这个金融系列 已经是第五次了 你去查一下前四次啊 那柬埔在那边 你根本就没有报道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今天要了解到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受的重视 是不是受到社会的肯定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您刚刚提到质量的问题啊 就是在军演的内容 还有说相关的一些项目 还有投入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军务啊 那永峰老师怎么看啊 这个不管就是东南亚国家来说 其实跟美国跟中国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 或是一些军事相关的合作 比较起来这样的一个合作竞争的关系 您会怎么看 敬兄的说法非常的妥当啊 就是说当地国不是太关注的事情 但是外面看进去好像有很重大的变化 未必是那样 特别是东南亚的特色 它曾经是英国 法国 荷兰 美国的殖民地 另外它的特色 也有生态史家这样说明啦 东南东边东洋的东南亚跟东欧在欧洲的状况很类似 就是缓冲地 所以各种势力 东南亚今天你看了 东欧也一样都会进去 但是当地国 特别你集中在东南亚看就好了 它不会偏向哪一边的 而且中国是后来进去 各位先想这一件事 本来的欧美势力甚至括号日本都在里面 但是中国是崛起之后才进去 新的势力进来 但是有完全就背离了本来的日欧美等等吗 没有 也不会全部往中国去 所以这中国之间的特色 比如说经常以前举的例子 印尼的高铁哪一国坐 另外一边马来西亚 甚至稍微扩大一点 印度就有另外一边再进去 一定维持一定的平衡 所以某一个印尼来说 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哪边有好处 它就拿哪一边 另外一个特色是 东南亚国家之间 领土的纷争明显比东欧少很多 所以国跟国 比如说菲律宾跟印尼 几乎全部都连在一起 马来西亚跟印尼完全连在一起 还有陆地 中南半岛那一边的国家 也陆地都相连 不管内战打到多么厉害 但国跟国之间不会 甚至KUDETA就是政变 经常会发生特别的泰国 缅甸等等 但是国跟国之间 几乎在疆界上的纷争不像东欧那么大 所以你说东南亚的特征 中的特征是不偏向哪一边 那另外一个也是说 日子过得跟我们的生活不太一样 超级乐天的你只要认识东南亚 不管哪一国 不管是发展程度高的发展程度低的 华人以外的 真正的东南亚的人 天真浪漫 非常好交朋友 我对于历史的框架跟这个陈老师不太一样 陈老师所看到的是从西洋殖民的世界开始 远在那个之前 郑和下西洋 中国人在南洋经历了几千年 郑和是外国人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郑和不是外国人 郑和下西洋这样子是代表 这个中国皇帝区那边 但是这个就是华人下南洋也都是有 只是不是用西洋人那种所谓殖民的历史 但是今天之所以就是这个军事合作的方式 没上升更 是因为没有很多政治的同盟关系 像美国跟泰国有它的军事的同盟关系 跟菲律宾有那个 那个是那种的强度 不是现在就是中国大陆 北京跟他没有到达那个水准 但是呢 就是说你假如说是 这个真正要往长久来经营的话 其实东南亚之间在于这个就是 跟中国华人的社会之间的植根的话 其实远比西洋社会更为深厚 不过像刚才永宏老师有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东南亚国家他们长期以来 其实跟中跟美都保持一个等距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带您走进全世界 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的是日本是不是会成为 接下来很多的国际军火商的一个天堂 这边有个问号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 主要是因为日本他们要调高 他们的年度的国防预算 所以最近这日本的最大的一场军备展 DSEI JAPAN 3月15号到17号在日本的千页线举办 这个DSEI是源自英国的防展的品牌 2019年到了日本举行了第一届的DSEI JAPAN 那么今年是第二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 所以这次的展览备受各界的关注 那这次包括了美国 英国 德国 以色列 总共有65个国家 250家的企业参加这个展览 所以规模这是历来最大的 朝日新闻就特别报道说 2022年日本防卫的预算增加到43兆日元 所以因此吸引了军武设备制造商 就开始转向日本市场 哪里有钱赚 当然就到哪里去 日本内部的三菱重工 当然也特别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首次展出了超高能镭射装置 尤其特别强调是在路尔岛县 总指示进行了两年的实证测试 而且特别强调说 最大几落范围1.2公里的无人机 让海陆空自卫队的路上自卫队 都可以来协助搭载 而且要扩大研发超高功率雷射拦截飞弹 要大幅度的来降低成本 那这样的无人机 是不是也有人特别关心是说 是不是要对准的假想敌 是解放军的无人机还是有其他国家的 我先请教一下永峰老师 当然看到了大家想说这样的一个展览 令人联想 未来日本是不是要成为国际军果商 很想要进军的市场 因为这确实有很多的钱可以赚 日本自己内部民间的相关产业 应该同样也想要抢食这块军火大饼吧 但是类似防卫省啦 大藏省就是现在的财务省 通餐省是对外的 对自己内部的企业界 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当然因为预算分5年要成长1倍 从现在0.9或1%要到2% 那是非常大的金额啦 非常大的金额 比如说经团联那些大企业当然会 伸手进去 伸手燃止 但是倒过来另外一边也是说 日本的行政指导是非常有力的 有力量的 所以也会有官僚部门的自己的计划 然后透过来请或叫日本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界有非常多 本来的公务员退休之后转身到企业界 这个多到很多 就是我们的旋转门 这比我们更厉害 比我们厉害的官僚 一生里面领个5次的退休金 那个都看过的 所以类似这一类的东西 企业跟国家之间 透过这种软的法外的连结 来互相输送利益 这个很稀松平常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的军火集团 也趁这个机会 你都要增加2% 你总不能全部都是国内标吧 这个台湾也一模一样 而且不是只有实质 我们看到的武器而已 而另外的服务的部门 所以很多的商社 商社就是国际贸易器的厂 你要买什么 我全部提供你另外服务 而且想当而 他们一定会告诉日本这些 就是有关部门 告诉他们说 你们需要什么武器 本来就已经国际化了 比如说日本的智慧队 现在用了非常多的美智的武器 还有智慧队跟美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或共同的训练 这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吧 日本自己也有自己的技术 所以如果硬要说最需要的 搞不好 各位有生之年一定看得到了吧 日本的核武装 比如说核子的浅间 我们看得到 一定看到 只是说看到之后的世界 是怎样不太知道而已 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出现 一个型的转换 一个大转的话会在我们的眼前看到 欧洲的事情就不提了 那个德国那个更厉害 我们集中在讲日本的话 日本所带起来的影响 那比如说中国台湾朝鲜半岛 当然会日本变强 历史是不是重来 它又要扩张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那晚近的 韩国不是今天的主题 不过韩国现在正努力的在跟日本想要和解 那个也是这个意思 特别半导体 就直接都放进去了 呃 台湾 台湾很少在韩国的报纸 或是韩国的总统的嘴巴里面出现 这个就以前讲的chip ball 韩国总统自己讲出来了 半导体必须合作 日 美 韩 台 嗯 清清楚的讲得出来 去日本是要做这件事的 半导体的合作 再来的战争大家都知道不是单纯的 人打人或死多少人或占领多少土地的问题 已经是更全面性的嘛 包括科技业 这已经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我们这部分的合作 或者是你把 如果啦 一趴要变两趴很容易的话 就是把类似半导体这一类的东西 也放进军事预算里面去计算 那一下子过了 那我们从这个军武的品项上面来看的话 请静哥帮我们看 三菱重工这次他们搬出来 就是说展出的是 专门用来极落无人机的超高能雷射装置 而且号称说 像刚刚讲的这个最大极落范围1.2公里 然后海陆航空自卫队都可以配置 这个三菱重工所展出这个超高能的雷射 您的了解是什么 就是说它针对的是哪些无人机 照目前这个看这个 这次的就是相关的新闻影片上来讲 在那个就是装置就露出来 它装在一个这个轮型假车上 底下有一个明显的英文字叫Prototype 意思就是还是圆形机 还是圆形 而且它所做的测试 基本上只是算是研发的工程阶段的这种 就是基本上的性能测试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蛮值得这个提醒的 就是它是在这个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这个就是在总指导 那个就是火箭的发射基地那个地方来做 那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法人机构 它是负责统合这个日本的所有航天事业的 它一再强调和平用途 就现在发现它在支持 这个三菱重工去研发武器 其实这有点露出马脚的这个味道 但是这个功能到底随准怎么样 我其实觉得它非常的普通 不过这个我要是这个还是要提醒 它在这个由于军用的镭射的波段 其实相当有限并没有太多 所以我们看那个镭射大体上连它的频率 差不多都可以判断的出来 你刚说军用频率相当有限只有几个 那哪几个 假如用波长的话是780 850 这个980 1064 1550 这个narrow meter 所以大概就这个五个没理 这个五个就是说波长 那其中有一个波长是对我们人类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那就是说这个1064 所以美国有一个空军跟海军都用的通用装备 叫Latin的这个就是targeting pod 它的平常的训练波长是1.54微米 等到暂时波长的时候是1.06就是我刚刚讲的1064 narrow meter 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就是说有人目视在看的那个被打落 所以它一定用的不是1064 比较可能的话 应该是这个980这个narrow meter的话是比较可能的 OK 这次博览会其实日本 英国 意大利三国的国防部长 他们也共同发表了三国共同开发第六代战机的更多的细节 而且也表示说未来10年要开发出性能超越美国F35的下一代战机 但这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日本正式放弃跟美国合作 而是和欧洲国家共同开发下一代是第六代的战机 可是大家会想是美日关系不是很好吗 又是军事同盟 那为什么在开发六代机上面会选择托美入欧 大使 因为现在日本有一型叫F2战斗机 那这个是从这个F16这个基础上改良的一个日本专用的一个战斗机 也可以说是日美合制的 因为它的两个厂商合制厂商就是三菱跟Rocky Martin 所以这个飞机大概就是说1995年就首飞 2000年就已经开始服役了 服役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已经靠开老旧了 所以呢 美国跟日本之间 日本跟美国之间这个F2是一个合制的战机 可是呢日本坊间很多传闻 他有一个首席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工程师 叫神田国一 他曾经对外面暴露 他说这个飞机在合制的时候 美国很贼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在 基本上好像在监视日本的感觉 防着日本 哎呀日本方面有些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设计概念 美国方面都不坑气 让这个错误 继续发生 继续发生 所以这个F2这个合作的经验 看起来日本感觉非常负面 而且觉得美国根本就无心想要协助日本 发展自己的这个先进的战机系统 我想这个是因为F2的这个合作的经验造成的 那不过呢回过头来 其实美国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不管是英国好 意大利亚好 日本使用的F35 都是在日本和意大利 这个两个地方组装的 所以事实上 美国事实上 事实上想把日本纳入他的这个战机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里面 并不是很乐欠看到日本的这个 发展自己的战机系统 这可能有战略考量呢 可能也有生意考量 这日本就是要记取之前的教训 所以现在呢 这一次就高调宣布 跟英国跟意大利三国合作 把美国踢掉了 F315是美国拒绝让日本参加 不是日本没去参加 就是要防嘛 对 当初也有讲过 就是为什么眼睁睁看日本 走这个冤枉路而不去提醒 因为啊 他们美国人心里的估算是说 你搞不好歪打正着 还可以发出有些技术 甚至还会超越 对 他认为日本做得出来 对 所以他那时候明明看走冤枉路 但是呢他就不阻止 因为为什么 我们人类有很多科技发展 都是歪打正着 谁知道日本走这冤枉路 搞不好还要变成有更尖端的科技 不要低估日本的研发能力 但委员怎么看日本 现在开发中这个极音速飞弹 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这个好像还没有四射 目前还在开发中 现在这个展 就是大家在凑 然后看可不可以做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大家在寻求合作的空间 然后他就在秀说我要做这个 那我模型给你看 那如果你是武器要出口 应该现场要有demo 所以我感觉是比较像技术合作 因为去的企业有250家 我感觉是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商业性格 商业性格 比较重 各位前面讲到那个战略跟外交 或国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那一部分 日本没有那么高的知足性 请相信我 好 等一下我们来聊两个关系 不能乱卖啊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怀孕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回到怀孕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的是最近的两岸关系 我们来看李大为 他是接任海基会董事长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最近他说呢 现在是推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的关键时刻 特别还引用了唐代诗人啊 叫做王湾的一句 这个朝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旋 这句话 来对对岸喊话说 希望呢大陆方面能够用务实 而且不带政治前提的思维 来看待两岸关系 可以看到近期呢 两岸之间包括了大陆在二月初呢 表达了期盼台湾恢复两岸16个直航点 那么在二月二十号呢 台湾就开放了港澳自由行 三月十号台湾恢复了十个 两岸定期的航点 还有十三个包机的航点啊 另外三月十三号 陆委会评估开放陆克自由行 也强调必须有对等互惠互利的原则 三月十五号 他大陆方面恢复了台湾这个兵先 白带鱼还有呢 动竹夹 竹夹鱼的这个输入啊 恢复了 原先是被禁止输入 但恢复了在三月十五号这一天 三月二十五号呢 台湾开放小三通客运中转 这种种的这两岸之间 互相往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请教委员啊 因为从这句唐诗 我特别还是查了一下朝平两岸阔 当涨潮的时候呢 两岸就宽阔了啊 那风正一帆悬 特别是这个风啊 是不是现在真的有顺了这个风呢 有啦现在是春暖 可是花还没开啦 比如说他这个直航点宣布了嘛 那这个是方便台商往返嘛 可是并不是比如说陆克 陆克就还没有放嘛 自由行团克都还没放 我们台湾去大陆 团克实际上也还没放 所以 这个现在有一点 有点双方都在搞 有机还是先有弹这样 你先啊我先啊 看是你先还是我先 不然就是台湾就说那两会恢复接触吧 那大陆就会认为你要搞两会接触就是有政治目的 因为现在已经已读不回嘛 所以你现在卡住是不是就是要逼两会接触 大陆也会这样思考 这个我是觉得台湾直接就开放陆克自由行 你也建议如此嘛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 因为自由行不会被那一条龙给控制嘛 所以对台湾的 我们那个基层的经济是最有帮助的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 真的放很多人来啊那两岸就基本上不会打仗 民间就多了些交流了 当然是这样嘛 当然是这样嘛 他如果很多人来那不是变成人质 对不对 所以委员的建议就是说 所以你从这里就会变成一种指标嘛 就他到底放多少陆克跟陆生过来 他如果真的没有限制 那这个就是一个观察指标 委员的诚心建议就是陆委会能够开放陆克自由行 因为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在 这个总统选之前 他会恢复两会协商 最近大家看到两岸之间这个动作频繁 也就联想到说2024的总统大学 中间的关联 永文老师您的观察是 叫我们先放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来的时候再看看吧 而且你把球丢给中南海丢给北京的话 你如果放了他真的会放过来吗 对就是这件事 但是委员刚刚强调是主动性啊 我们主动先丢球了 对啦委员呢意思跟我是一样的啦 就是我们先主动放宽限制或不限制 变成是对方要决定要不要送人来的时候 因为中南海还是控制了学生能不能来 甚至我们学校都知道 连一个教授要来台湾都还要中国 外交部批准啦 到了出发前三天 我们今天都要开会了三天前 还不知道能不能来 所以以前那个成本非常高啦 所以郑亮兄说的是没有错的啦 我们可以自己先放出 不管对方认为是善意也不是善意 先做这件事 然后再看对方的反应 而且共产党一定也是在学习啦 每次的总统选举 共产党都刚刚好帮助了民进党 最佳助选员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会发生什么事 那现在当然离总统的选举还有将近不到一年 所以一年左右 时间还非常长 但是现在的状况的话 大概已经有一点学习 不要吃鸡尼 让你们自己去选吧 看选出谁再来处理吧 另外也就不要再帮助民进党了 不过我想 最后的最后 一定又会出现什么事情 又帮助了民进党 大概历史就是这样 那从这个一来一往 两岸之间可以看到说 对方这个就是对岸 大陆有硬也有软 前几天我们特别提到说 宏都拉斯的总统Castro 他在日前发文说指示 他们的外交部长 跟中国大陆要讨论建交的事宜 同一天大陆国台办也宣布 15号开始 刚才也提到了 恢复台湾这个冰线白带鱼 还有冷冻竹甲鱼的输入 重新又可以输入进到中国大陆 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 赵春山老师春公曾经说呢 他的预估是大陆方面 对台呢是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 可是台湾的应对之道 要如何呢 大使 其实这个现在就是说 大陆团客不能来 还有就是说大陆 学位为取向的 陆生不能来 这大陆方面禁止 不是台湾不让他来 台湾是开放的 大陆禁止 原因是 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公司 所以大陆就把这两个断了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 我们的这个高等学府啊 有这个退场方案 大家都希望陆生来啊 大陆是不开放 现在状况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恢复十个 定期航点啊 十三个包机点啊 还有这个恢复小山通啊 这个是民进党可以自己做的 民进党政府自己 他都开放 事实上是对大陆 这个抛出橄榄子 对大陆施出橄榄子 可是我认为 基本上是基于 选举的考量 因为过去把两岸搞的这个 仇恨值太高了以后啊 事实上搞到什么 票投民进党啊 台湾变战场以后啊 民进党发觉对自己不利 所以现在为了 为了明年的选举啊 现在要营造一个 比较宽松的两岸气氛啊 这是民进党的政策啊 大陆看起来啊 还没有什么回应 因为大陆基本上 还是两个原则 第一个和平统一 第二个九二共识 不过最基本 两岸之间从大陆角度上 通关密码只有四个字 只有九二共识 你不接受的话 大概团课不会来 大概路深也不会来 学位取向是不会开的 那这个讲到这个白带鱼跟 动足夹鱼 这个是夏立衍去谈出来的 夏立衍上个月 带了一个国民党的团去了 直接跟大陆现在目前负责 两岸事务的二把手 王沪宁当场谈 提了这些案子 王沪宁当场怎么讲 王沪宁当场跟在场的宋涛 宋涛是新任国台部 他说能够通盘解决的 就通案解决 不能通案的解决 就个案解决 不能解决的 也要给予合理的答复 当场当着所有的这个 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团 跟宋涛直接下命令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夏立衍在这次大 除了见到王沪宁 见到宋涛 他去上海北京 这个重庆 这个成都武汉 基本上都是一把手 都是当地的地方政府一把手 然后夏立衍每一个见到的人 都在谈 怎么样恢复过去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单方面的这种 是 农鱼产品的限制 希望大陆 点名了 包括这些项目 希望大陆能够开放 所以才恢复了 所以这个才恢复了 所以你不要放上跟李大为 李大为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其实大陆方面 其实对于现在的 两岸关系 他们是采取更多务实的做法 这个你怎么看 但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变数 包括了蔡英文总统 在4月要去访问中南 中美洲的这个友邦 然后呢要过境美国 甚至在加州要见 McCarthy 还有包括 McCarthy现在也不排除说他未来 虽然说今年不一定 那也有可能是不会来了 但是他也不排除 他也说了也有可能会继续的来台湾访问 那这种种的都让大家会 仍然对于现在两岸关系是相当担忧的 我想我还是要借用一下邓小平讲描述 这个北京跟华盛顿之间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 坏也坏不到哪去 两岸的关系也真正就是如此 他就跟得虐级一样打摆子一样冷冷热热 这个绿营执政到今天呢 是不是真正造成啊 就是说不可回复性的制度性崩坏 其实呢也没有到那种地步 但是呢假如今天啊 2020是蓝营啊选赢了执政 能不能产生的滑坡式的倾斜呢 其实啊也做不到 这个再坏呢也不能啊赶尽杀绝 再好呢也不可能完全让北京或者台北啊 完全如意 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 我认为至少在政治的层面上 还是保持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昧得良心过日子 但是呢蓝营的首长就会去谈 哦这个鱼那个鱼那个鱼那个鱼 也就是说有的是物需 需要的是面子 有的是物食 是照顾的是食物 所以呢今天啊就是 两岸之间啊这个未来啊这样走 这个九二共识呢基本上是啊 那边已经划到底线 但是不要忘记九二共识啊 他最强调的精神是 两岸事务性协商的时候 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定义 所以当初啊我们确实啊 九二共识啊我在那边讲清楚 我们呢用了一个对于啊 远程恒态的一个中国的承诺 换取了一个啊对岸啊 对于啊这个就是暂态啊 就是啊各自表述的一个啊就是 妥协跟容忍 所以呢你要不要用这个智慧 那个啊明显绿营大概是没有这个智慧 蓝营呢希望啊采得这个智慧 现在十二共识是定台深圳吧 到二两会那最近两会都还在提到 和尔共识 对啊你不能光靠做事过日子啊 你还是要去谈一些事 故事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觉得不错呢 我们台湾应该是保持本去以外 我认为主要是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